泽连斯基当众下跪 这是他在竞选乌克兰总统时的戏剧性一幕 从一个喜剧演员到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到底是靠什么上位的 今天我们就来掰一掰这位演员总统的奇葩人生 别眨眼啊 一定会惊掉你的下巴 当时他和候选人前总统波罗申科正在进行一场电视直播辩论赛 波罗申科怒怼泽连斯基 说如果你当选总统 说不定还会向普京下跪 万万没想到花音刚落呀 泽连斯基就当场跪了下来 一旁的波罗申科看得是一脸懵啊 泽连斯基这上演的又是啥戏码呢 接下来泽连斯基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神操作 说呀他这一跪并不是向普京下跪 而是向每一位乌克兰的士兵家属下跪 说完还邀请波罗申科和他一起下跪 众目睽睽之下呀 波罗申科这骑虎难下 不得不跟着跪了下来 只不过呢他是背对着人群 可没想到波罗申科的这一跪呀 遭到了乌克兰人民的强烈抵制 说他这样做是不敢面对死去的士兵家属 让他彻底失去了民心 最终泽连斯基以73%的支持率 成为了乌克兰的新任总统 一个喜剧演员出身的他 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 就这样成为了一国总统 这也太戏剧性了吧 但政治并不是演戏 仅凭这一跪 还不能够让泽连斯基成功当上总统 那么他究竟是怎样 从一个演员登上乌克兰总统宝座的呢 点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 紫连斯基从小就有演戏天赋 是学校剧团的台柱子 原本高中毕业 他通过了托付考试 准备出国留学 可家人却劝说他留在国内 也正是家人的这一举动 间接让乌克兰民众坠入了深渊 你知道紫连斯基是如何 从一个喜剧演员 当上乌克兰总统的吗 方法简单到难以置信 紫连斯基在成为总统前 是一名喜剧演员 又有着惊人的喜剧天赋 戴着夸张的假发 搞笑的胡须出现在各大舞台上 不惜半丑伯观众一笑 甚至还穿着高跟鞋在舞台上热舞 凭借着独特的喜剧风格 在乌克兰一炮而红 25岁那年 紫连斯基和同事叶莲娜结了婚 婚后的紫连斯基迎来人生的辉煌时刻 2015年 他主演的人民公仆在乌克兰热播 剧中的他从一个中学老师 摇身一变变成了乌克兰总统 上任以后 他以心为人民服务 整治贪污腐败 带领乌克兰走上了致富之路 也正是这一部电视剧 让紫连斯基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也不知道是演总统上了瘾 还是太过于自信 紫连斯基真的是去参加了乌克兰总统竞选 因为他在剧中演的是政治形象 深入民心 也让在政坛里如鱼得水 当众演讲时还慷慨激昂 说一定会像剧中那样一心为民 带领乌克兰民众过上幸福生活 还有没想到 乌克兰民众竟信以为真 还没等到演讲结束 就把手里一大半的票投给了他 紧接着他就上演了下跪那一幕 也正是这一跪 让他坐上了总统的宝座 一个喜剧演员 就这样成为了一国总统 这过程也太简单了吧 而乌克兰民众投他的理由 竟然是他在电视剧里 演了一个好官 这理由可真的是离了大谱了 紫连斯基作为政治小白 真能做好一国总统吗 其实他能成为总统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个喜剧演员 竟成了乌克兰总统 你敢相信吗 究竟是紫连斯基演技太好 还是他真的具有过人的本事 现在看看乌克兰的情形 想必大家都以心知肚明 那么紫连斯基到底是如何 当上总统的呢 答案简单到不敢想象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统 全靠同行衬托 当时与他同台竞争总统的对手 一个是乌克兰的前总统波罗申科 另一个就是前乌克兰总理 寂寞申科 虽然两人都有领导经验 但乌克兰人民对他们并不买账 曾多次向民众承诺 一定会带领乌克兰的群众 过上幸福生活 然而他在位期间 乌克兰的战火从未停歇 民众整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可波罗申科不仅坐视不理 不管他们的死活 还发起了国难财 乌克兰民众早已对他怨声颇深 而美女总理金莫申科 曾因滥用职权入狱七年 乌克兰民众对他自然是难以相信 更不会让一个有污点的人 成为他们的总统 所以说紫连斯基是一个喜剧演员 没有任何执政经验 可相比较他们两人来说 民众更倾向于一个新人 再加上紫连斯基竞选时的花言巧语 让乌克兰人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可见当时的乌克兰人民有多绝望 民众竟然会绝望到相信一个喜剧演员 那么紫连斯基真的能够当好一个总统吗 那实事求是的说 紫连斯基起初是有努力的 对国内的政治进行了很大改革 努力和国际上打好了关系 想带领着乌克兰人民过上好日子 但是政坛这个水太深了 对于紫连斯基这个政治小白来说 无疑是比登天还难 一不错不不错 被卖了还在高兴地帮别人手牵 看到乌克兰的现状 也不知道紫连斯基还记得出任总统时的初衷吗 总之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讨论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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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